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艺术园 圣诞节到了 那我们呢,去超市里挑了一只精灵宝可梦的圣诞袜子 上面的皮卡丘带着一顶圣诞帽子呢,很可爱呢 这上面画的其他的宝可梦你们都认识吗? 看一下里面装的零食 有皮卡丘的爆米花 还有一盒树袋熊的巧克力夹心饼干 这一小包是维画饼干 上面是莱电汪和皮卡丘 再就是皮卡丘头像的软糖 看到有紫色,应该是葡萄味的吧 再看看,哦没有了,剩下一张纸 这上面画了好多宝可梦的图案 哦,是用来学习日语五十音图的 那接下来呢,把这些零食都拆出来 看一下威花饼干 哎,里面还有一张贴纸 可是这上面的宝可梦是谁呢? 有认识的,欢迎给我留言哦 贴纸闪闪的 再来拆爆米花 哎,是咸咸的味道 不是甜的,我喜欢 看一下软糖呢 一打开就闻到了很浓的葡萄味 有两个尾巴的形状 剩下的都是皮卡丘的头像 最后一盒树袋熊的巧克力饼干 我们随机的拿一些图案出来看一下 每个图案都不重复呢 都挺有趣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其他的圣诞节零食 这个巧克力饼干好大呀 小新应该会很喜欢 旁边的这个皮卡丘的呢 我们在去年的圣诞节已经拆过了 还有小黄人的 治愈光之美少女的 迪士尼公主的 小公主苏菲亚的 这些外包装都好好看啊 同样是治愈光之美少女的 边上还挂了凯蒂猫的 种类好多好多 最边上这个魔镜战队的 然后下面呢 还有史努比的 玩具总动员的圣诞袜子 还有圣诞树形状的 米奇米尼的零食 那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好了最后呢 再祝大小朋友们 圣诞节快乐 喜欢我们的话 就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吧 然后这些生患 olds 在这里 有一种亏 那actiele也不 colocar 给我们再讨论 至少更希望 草脚 其 personal